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我们就继续学习《大圣起心论》和欧益大师的列宝书 我们现在已经学习到了云和修止观门 这是非常重要的正修 我们说修五门行能成此信 这是为了修信分 修五门行前四个是柱行 只有修止观门是正行 所以正柱何修才能够显发真如 那么四个柱行 一个是布施 舍门 戒门 忍门 精进门 那么正修是止观门 我们上一节学习到了止观门 学习到止观门完了以后 我们讲了 第一个总标讲完了 就什么叫止观门 介绍一下 第二个个式 开始分别解释 我们已经学习到了这部分 分别解释 分别解释当中 我们开始学习止 其修止者 诸济静处皆佛坐 端身正义 端身正义 学到这 这呢 欧益大师说呢 这一段话 就是 这个 叫 修止的时候的 二十五千方面 上次我们依据字典呢 在学习 学习完以后呢 没学习完 就到时间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 继续把它完成 其修止者 诸济静处 皆佛坐 端身正义 这是启信瑞里边的原文 那么 诸济静处 皆佛坐 端身正义 这三句话 欧益大师说 是 包含了 二十五千方面 就是你修止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 二十五件事 准备好 提供这二十五个方面 你才能修止 那么 诸济静处 你看 我们看欧益大师的 这个 列网书 此文虽略 他说的虽然简单 前面的三句话 诸济静处 皆佛坐 端身正义 这个三句话 十二个字 此文 虽略 这个 这一段文字 虽然简略 非常 虽然少 以含二十五千方便 诸济静处 即是 阿兰若处 济静处 就是阿兰若处 那么 启信论里边 这边说 诸济静处 就是我们 这个 翻译成 这是 凡文翻译过来 叫济静处 凡文的原文叫 阿兰若处 吴一大师说 诸济静处 即是 阿兰若处 即 社聚 五元也 就是一个五个 条件 具备 五个条件 我们上次学到这儿了 下边一个 结家复作 还是启信论里边的话 那么 必调五事 就是 把五件事 叫调整好 端身正义 这个 必调五 结家复作 必调五事 这加起来就十个事 十个方面 那么 端身正义 这四个字呢 欧一大师认为 即喝五欲 弃五盖 行五法也 这就十五 所以前面 一个五 前面一个十 再加上这个十五 一共二十五 具如大小只观 虚者寻知 需要的人呢 可以去详细的查找 这些资料 那么上次呢 我们对二十五个 前方面呢 进行了 进行了这个 介绍 进行介绍 主要是根据 丁副保老先生的词典 我们进行介绍 那么 这二十五前方面呢 就是修 修持之前的方便 具备的条件 我们上次 学到一半 那么 这二十五前方面呢 我们今天再重新 给大家 从头到尾 再顺一遍 让大家有个简单的 初步的一个印象吧 这个东西不重要 因为我们是 修净土法门的 只是说 我们看一看 修纸观的 如果不是净土法门的 这个纸 是非常复杂 非常 非常 非常难以操作 所以我们通过 学习这二十五个前方面呢 更加增加了 对净土宗的 这一句佛号的认识 更加坚定 我们修学净土 依靠二立法门 佛的 释迦摩 安尼托佛的愿力 跟释迦 跟我们本身的愿力 往生的愿力 结合在一起的二立法门 他的这个法门的殊胜 那么二十五前方便 我们从说到位再绿一遍 那么台家修禅之法 分方便与正修二道 先为方便形 有二十五种 先做好二十五种前方便 然后再正修 那么其次正修十称观法 正修是十称观法 那么方便的是二十五种前方便 二十五种之方便 方便形分为五颗 分成五颗目 一聚五元 就是我们说的驻寂静处 即是阿兰若处 即聚涉五元 聚五元 这个五元呢 是哪五个条件呢 那么一 持戒清静 聚五元 持戒清静 一时俱足 先居静处 息诸原物 尽善知识 尽善知识 那么再往下 那么端身正义呢 我们先跳 先把这个 杰加夫座先跳过去 因为按照这个字典上来讲 他先就讲到了 和五欲 和五欲在我们这个 启信论里边 就是端身正义 包括的十五个方便 十五个方便呢 第一个五个方便呢 叫喝五欲 我们看看字典上 怎么说喝五欲 不是具备五颗吗 第一颗我们讲完了 叫聚五元 第二颗呢 叫喝五欲 喝五欲呢 就是五欲就是色声香味畜 香味畜 喝五欲 喝五欲 第一个喝色 色如热铁之丸 喝声 声如荼毒骨 三 喝香 香如碧龙之气 四 喝味 味如肺蜜汤 喝醋 醋如卧狮子 三 去五盖 气五盖 这还是属于端身正义 那四个字里边的 第三颗 总都是五颗嘛 第一我们介绍了具五元 第二和五欲 第三我们讲气五盖 气五盖 哪五盖呢 贪 贪欲 称慧 睡眠 吊 毁 疑 再说一遍 贪欲 称慧 水眠 吊毁 怀疑 此无法 盖父心神 使不能发定慧 故名为盖 盖父心性 盖父心神 那么 第四颗 叫调 调 五事 调 五事 整一 这就是回到了起心论里边的结家附作了 行无法呢 他又放到第五颗了 这第四颗 调 五事 调 五事 在起心论里边这四个字就是结家附作 调 五事 调 调心不沉不浮 不沉内 不浮躁 调身不缓不急 身体不着急也不放慢 不紧不慢 调息不治不滑 调心不治不滑 这都是前方面 那么调棉不节不滋 不适睡也不是不睡 调整好 调食不饥不饱 从饮食上来下 要做到不饿 但是也不要太饱 那么调息呢 不治不滑 就是不要滑嘛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要太喘气呢 要均匀 喘气要均匀 喘气要均匀 各须中庸 喘气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 吃饭不要太饱也不要太饿 睡觉也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 就这意思 身体呢 行为呢 不要太缓慢也不要太快太着急 那么你的心呢 也不要太沉 太沉 太寂静 也不要太浮躁 这就是意思 各须中庸 行 五 行法 行法 就是说 去五盖完成后 行五法 行五法 第五课呢 在这个字典上叫 行法 欲 欲 离妄想 颠倒 欲得 禅定 智慧 你要说 你心里开始 起心动念 开始有想法 有欲望 这个欲望呢 你可以有 但是你只能 想呢 你只能欲望什么呢 离妄想 颠倒 欲得 禅定 智慧 你可以有欲 但你只能欲证 经济 行五法 第二法 叫经济 那么经济 持戒 持戒 戚 盖 初中后 夜 持戒 戒 盖 初中后 初中后 夜 勤行 经济 七五盖 我们看 五盖当中 说的是 什么东西呢 就是 贪 欲 称慧 睡眠 调毁 疑 此无法 盖付心 盖付心神 就是持戒 弃盖 持戒 弃 盖不是 是贪欲 称慧 睡眠 调毁 怀疑 我们要持戒 去盖 要把它去掉 盖付心神 这烦恼 去掉 初中 后夜 勤行 经济 晚上 也得经济 初夜 中夜 后夜 就是说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从暮至朝 就是刚才这句话 初中 后 初中 后夜 勤行 经济 晚上也被懈怠 第四 第三 行无法 第一法 就是欲 第二法 就是经济 第三法 就是念 见识法 贵禅定 智慧之念 就是 把识法 要看见 就是 要放下 见识法 贵 禅定 智慧之念 尊重 看重 把这个 禅定 智慧的这种 看得很重 看得很重 贵就是 看重什么 把什么 重视 贵 禅定 智慧之念 对 想往禅定 想往智慧 这个念头 把他这个念头 看重 那么 这是念 那么 巧慧 行无法 第五法 就是我们能干的 就是我们在修 修纸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什么心理念头都没有 我们可以有念 这个无法 就是五种念头 第五种呢 叫 巧慧 叫巧慧 那么 酬量 是 乐 与禅定 智慧 乐 之得失 轻重 酬量 就是 分析 盘算 是乐 世间的乐 与禅定 智慧之乐 的得失 轻重 我们要比较 禅定的 这种 乐 禅定 智慧的乐 好 还是 是乐 好 这个 世乐 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大 还是禅定 智慧 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大 他说 酬量 世乐 与禅定 智慧乐 之得失 轻重 谁得的多 谁失去的多 哪位轻 哪个重 所以 所以行无法的 第五法 一心 念慧分明 见世间之苦 患 与定慧 之尊贵 念慧分明 见世间 之苦 之苦 患与定慧 之尊贵 就是说 我们 念慧分明 我们的智慧 我们把这个问题 想得很清楚 明见世间之苦患 对世间的苦和患难 非常清楚 同时还要清楚什么呢 定慧之尊贵 我们今天的禅定 跟禅定以后所开的智慧 它的这种尊贵 那么 这就讲了 二十五种方便了 那么在 启信的那边呢 就是三句话 诸基敬处 皆家父作 端身正义 那么 我们再把这个 偶尼大师的 这个著书呢 再说一遍 大家有个整体印象 此文 虽略 已含 二十五千方便 诸基敬处 即是 阿兰若处 摄据 即摄据五元也 皆家父作 必调五事 端身正义 即喝五欲 气五干 行无法也 据如 大小只观 虚者寻之 大小只观是本书 如果需要 我们可以翻开这本书呢 好好认真地看一看 那么这个 大小只观 这是讲了只观 这次点没完 我们读完它 只观四约 这就是大只观 就是偶尼大师说这本书 此二十五法 通为一切禅会方便 诸观不同 故方便一转 故方便一转 大概就这个意思 所以 我们知道这件事 这句话 启信论里说 这句话就说 你要修纸的时候 一定要 具备二十五个前方面 就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一下就行了 因为对我们修净土的人 这一个呢 我们做一个了解 也很有必要 这种了解呢 就是我们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老法师经常讲 我们这样一种比较呢 我们心里就很清楚 修禅 确确实实是不容易 那么现在就讲正修了 再往下就讲正修 前面已经讲了二十五种前方便 这正修当中呢 我们先读原文 不一气息 不一形色 不一虚空 不一地水火风 乃至不一见闻觉知 不一见闻觉知 那么不一气息 就是我们的呼吸 不一呼吸 不一形色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所具备的 这个色受想行食 这个物质这一部分 形色 不一虚空呢 就是在有色的地方 有存在的东西的地方 它的旁边就要虚空 不一地水火风 佛说呢 地水火风是四种原材料 我们呢 就是四种原材料构成的 构成的 地呢 表示尖性 水呢 表示湿性 火呢 表示热性 风呢 表示动性 任何一个物质要想存在 必须得具备这四个性 所以地水火风 分别表现了物质的四种存在形式 或者说物质存在 必然带来的现象 所以对于有的东西 我们身体这个形色 不能 不能 不要依靠 不一虚空 就是你修止的时候 你不能依 不能依止 不能靠着气息 来修止 你也不能靠 形色 就是我 我把这个止 指在形色上 不行 不一虚空 你也不能把这止 老托们的虚空 也不对 有的是形色 不能止住 不能止住 没有的虚空 能止吗 只能 只能指在这上面吗 也不行 不一地水火风 我们看到的物质现象 物质活动 也不能依据 乃至 甚至 一直 一直到什么呢 乃至不一 见能觉知 包括我们的 眼 见色 耳闻声 觉知 知呢 就是说 眼耳鼻舌身 意 知就是意 觉呢 就是 你看 眼 眼 是见 耳是闻 鼻舌身 鼻舌身叫觉 它用一个觉代替 这三十 见 闻 觉 知 这觉代表了 这个五根的后三个 眼耳鼻舌身 鼻舌身被觉给代替了 实呢 眼耳鼻舌身 意 意呢 就是知 嗯 那么 也不能 修旨的时候 依据 我们的 见 闻 觉知 都不行 那么 我们看 欧宜大师怎么说的 词 就这一段 先简 所观之境也 就是我们修旨观 我们先观察 我们所先观察 我们存在的环境 就是我们身体以外 不一 词 显简 所观之境也 我们能观的是心 所观的是境 只观吧 那么 我们修旨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心境全部都放下 静不能执着 能观的心也不能执着 所观的静也不能执着 那我们看看 我们一般在起心中间过程当中 对于静 是有哪几种部分构成的 那就是我们的心在攀缘外境的时候 外境有哪几部分构成呢 哪几部分构成呢 首先 这个外境肯定不是真实的 但是不是真实的外境当中 要分分类 要分分类 你就拿几种 外境呢 此先解所观之境 我们先分析 我们先不分析 我们先不了解 我们先不分析 我们能观的心 我们首先分析 我们能观的心 所观的静 所观的静 那么 指呢 就是熄灭一切戏论境界 所谓戏论境界呢 就是见思戏论 沉沙戏论 无名戏论 见思沉沙无名 都是对静的 这个错误的认识 错误的执着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静 应该 在修止的时候 是静 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完了以后 我们再看看修止的时候 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样心静 在修止的时候 它们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处在什么状态 我们就清楚了 那么修止的时候 我们对静的看法 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我们怎么处理 我们眼前的静 我们身外的这个静 这就是讲那个 这段讲这个意思 那么 此先简 所观之静也 简这个字 一个提手房 一个东方的东 简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选择挑选 此呢 就在这里 我们先挑选 所观之静来分析 所观之静来分析 那么不一气息者 你上来不是说吗 气息者说不一气息 什么叫不一气息呢 我们不一之于气息 我们不靠着气息来修止 为什么呢 气息真是存在啊 一呼一息一喘气 对吧 就是一气息 不一气息者为什么呢 为一切气息来无所从 从哪来啊 所有的气息 这个气息 来无所从 它从哪来 去无所致 它到哪去了呢 那么 当体不可得骨 得不到 它没有体 这气息从哪产生的 又到哪去了呢 这一呼一息 确确实实 当体不可得骨 骨不依此 所以我们不依靠呼吸 以修阿纳波纳三美 来修 来修阿纳波纳三美 阿纳波纳是凡文 阿纳波纳 就是我们不修 阿纳波纳的三美 阿纳波纳呢 它这个意思 阿纳波纳 它这个凡文的字 听起来挺複雜 实际上呢 实际上并没有那么 并没有那么什么 它只是咱不熟悉 说听起来 有点悔色 阿纳波纳 阿纳波纳 阿纳波纳我们也不妨查查字典 看看 给一个准确的中文翻译就行了 有点了解 阿纳波纳 阿纳波纳呢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读一遍 此先简所观之净也 就是我们先分析我们所观的净 不一气息者 为一切气息 来无所从 去无所至 当体不可得故 故不依此修 故不依此 就不依靠气 这个气息 来修什么呢 阿纳波纳三美 指不是三美吗 那你要一指气息 来修三美 那叫阿纳波纳三美 为什么阿纳波纳三美不究竟呢 为什么不要修阿纳波纳三美呢 那就这意思 因为它来无所从 去无所至 当体不可得故 你看可不是吗 呼吸 呼了 吸 从哪来啊 到哪去啊 没有体 旧称 有很多旧的称呼 就不说了 翻译成我们普通话的意思呢 华文的意思 一约 鼠吸关 鼠就是一二三四 计算数字 吸关 就是你 你在修止的时候 你把你的思想 停在你的呼吸上 鼠吸关 鼠 让它解释了 鼠 出息入息 振心之关法明 它的意思就是说 鼠 呼出的 呼出的 呼 再鼠 吸 就是出息入息 振心之法 振 它说是振压的振 振住你的心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浮躁 起心动念 搞这种方法 来涉住你的心的 起心动念 那么大圣一章 十二约 阿纳波纳观 阿纳波纳观 就是 鼠吸关 就是我们的 唯一气息 自 气息 细心 鼠之 自 气息 你自己喘的气 这个呼吸 细心 鼠之 你把心 拴在这个 你的呼吸上 然后 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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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令忘失 千万别丢掉 千万别丢掉 千万别忘了 千万别失去 明鼠吸关 就是我们说的 不一气息 就这意思 所以说 我们在射心 有一种方法 就是 关我们的呼吸 然后呢 我们记我们呼吸的处 别丢 别忘了 别失去 这样的话 你心就 没有时间 没有狭 没有空 去再起心动念了 再去想别的 所以就数这个呼吸 但是呼吸也是有向 也是有向 这个真如是无向 所以数呼吸呢 并不究竟 它还是生灭世界 生灭的这一边 所产生的一种幻象 它呢 是没有体的 没有体的 来无所从 去无所致 它既没有来处 也没有去处 当体不可得 所以它不是真如 真如有体 它没体 它是不变的真如 随着妄念 所产生的生灭现象 是一个 如果你要依 依据 数呼吸来振心 来射住心 得不到 正得真如的 这个佛果 这个境界 因为真如无向 这个数气息还是有向 所以我们不应该依据它 所以它还是一种烦恼 数呼吸 还是要起心动念 你要计数 你要认为还有呼 还有吸 这些东西 这种认识 都是错误 都是不究竟的 你还着呼 你还着吸的象 你还着数字 那么你还生活在一个 新的生灭的世界里面 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呢 证得不了真如 因为真如里边没有呼吸 真如里边也没有数字 所以你要依据这个 用这种妄心妄念 你怎么能够进入到 真如的世界里边呢 就这意思 那么 故不依此 修阿纳波纳三美 刚才说了 就是属西观 就不修这个属西观 为什么呢 以阿纳波纳不可得顾 因为阿纳属西观得不到 得不到 当体皆空 自无实体 它是一种戏论的一种 是一种烦恼现象的一种 那么 以阿纳波纳不可得顾 即是磨合眼也 阿纳波纳不可得顾 阿纳波纳不可得 阿纳波纳存在在生灭门当中 生灭即是不生灭 因为它不可得 不可得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 你光说明 阿纳波纳不可得 阿纳波纳不可得 就是这个生灭 的阿纳波纳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实际上是没有字体的 那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真如 因为你要阿纳波纳可得 那它就不是真如 那阿纳波纳独立于真如之外 有一个独立的阿纳波纳 你能说它是真如吗 它跟真如形成二 真如是一 它是真如以外的一个东西 那它就不是真如 那么这就不是大乘的观念 大乘的观念说 你眼前看到的所有东西 它们都不可得 都不可得就都是真如 这就是大乘的观念 如果这个东西可得 确实存在 那它就跟真如形成二法 真如是一 它是二 那这不是大乘的意思 这不是大乘的观念 大乘的观念说 你在生灭世界里边 无论你看到的呼吸 还是色 还是香 还是香味出发 无论你看到的什么 都不可得 都不可得这就对了 都不可得是一个东西变的 就是这个真如 你就见到真如了 见到真如 那你就是摸合言 就是大乘 大乘佛法就是让你见到真如 大乘佛法就是让你掌握真如 利用真如 把真如当成车子 让你到无来果地 享受法乐 常乐我尽 获得法身德 般若德和谢托德 三德原句 这一切的一切 都要把生灭世界的现象 看成不可得 不可得 你才能知道 生灭就是真如 生灭就是真如 你就挣得真如了 所以 所以我们再把这句话读一遍 这刚开始的不一其心 我们多讲几句 这样的话对我们后边 什么不一形色 不一虚空 就方便很多 此先简所观之静也 我们在这里先观察 先挑选出来 我们所观察的静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 先分析它 然后我们再分析 我们能观的心 我们能观的静 它第一个就举出了的 呼吸 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我们从生到死 呼吸一直陪伴 所以不一气息者 为一切气息 来无所从 去无所致 当体不可得顾 故不一此修 阿纳波纳三美 真有一种三美 叫阿纳波纳三美 叫属西观 不能修这种观 这种观还是执着有相 你阿纳波纳不可得顾 那你要修阿纳波纳三美 是不是就认为 阿纳波纳可得 你就落到执着里面了 你就着相了 那么即是摩合言观 以阿纳波纳不可得顾 即是摩合言观 下面叫不一形色者 欧依达士解释了 不一形色 为一切形色 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形色 形色 分系乃至微成 我们把这形色切分 分系在这里边 不是就我们所说的分系 是给它分开 系出来 系就是像撕开一样 分系 给它拆开 给它划分 给它一层层拨开 一层层给它细化 就是意思 分系乃至微成 把它切切切切切切 分系 一直给它切到像微成那么大 皆无所用 都是不可得的 我们学起心论的时候说 如何从真如 生命门走到真如门当中 令观色法 皆不成就 云和不成就 为分系粗色 剑指微成 分系粗色就切 这粗色 大的 这叫粗色 这么长 我把这长的再切成一半 一半再切一半 一直这么切下去 一直切到什么程度 像微成一样大小 分系粗色 细致微成 负以方分 这个微成有没有体积啊 有体积 那我就可以切 这个 分系粗色 以致微成 负以方分 又因为这个微成有方分 负以方分 细致微成 那么我 因为这个微成还有体积 我还可以再切它 所以这个微成也是不存在的 微成也是不存在的 细致微成 事故 所以我们知道 若粗若细 一切诸色 皆无所有 所以 粗壮的物质欠向 打到地球 打到这个星体 和小到微成 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微是望心 分别影响 都是我们望心 在分别的时候 形成的渐分 渐分所形成的相分 都是物质现象 那么这个色法呢 包括色生相畏处 和意识里边所对的色法 叫无表色 这六种色 都可以分析 切割 一直切切切切 切到微成 微成还是有体积 还可以切 所以微成也是不存在的 最小的单位都没有 所以通过这样一种推论呢 说色是不存在 色是不存在 我们就要问 这色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前六十的 掩耳逼舍身意 前六十的 见分所带动出来的相分 能见相 一一觉果而又不觉 生三种相 这三种相不相舍利 一无名夜相 为一动心能见境界 决则不动 动则有苦 果不离因果 这是夜相 二能见相 以一心动 能见境界 无动则无见 离动则无见 没有动你就见不着 你就没有能见 三境界相 以一能见望境相现 因为有能见产生了 望境就出来了 所以望境是依据于能见相而产生的 所以所是被能带中出来的 以一能见望境相现 离见则无境 所以你说境内而自体 它是依据于见来存在的 见了你就出来 不见你就灭掉了 所以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能依据形色吗 依据形色吗 不能依据 所以分析乃至微臣 这个我们已经很熟了 我们在读《起信》前面 如何从心生念门 入真门门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了 这种方法我们已经很了解了 分析乃至微臣 皆无所有得不到 故不依此 所以不依据形色 来干嘛呢 修九想十想八倍舍等 读定 以九想乃至八倍舍 皆不可得顾 皆即磨合掩掩 我们先读到这 这是讲了形色 首先什么是形色 我们不依形色 形色是什么东西 形色 我们看 形色在这里边讲的 就是我们自身 我们自己身体有形状 我们自己身体呢 有物质 这讲的不是我们身体以外的客观世界 我们第一个不依据自己的呼吸 第二个不依据自己的身体 就这个意思 所以形色 那么形色 形色在这个字典当中呢 我们给它打来一块学艺学习 希望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形色呢 是术语 形体与色相 形体就有形的这个身体 那么 另外一个说法呢 为长短方圆等形 只可见于眼者 长短方圆 能被眼睛所看到的这些形状 叫形 二色之一 形色 这是意思 所以 我们看到一个事物 看到它的形状 有八种 长 短 方圆 等 这都是看得见的 存在的 有形状的 那么我们分析这些形色 那么 这个 这里边的形色 主要是讲我们身体的形 我们身体的色 身体的形 身体的色 那么 我们在修行三昧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三昧是专门修 形色三昧的 这个形色三昧呢 一般呢 分成九想 十想 八倍色 等注定 都是观察我们这个身体的 八倍色 他说了 一切形色 这是我们的正报 这个身体 就是我们正报所具备的 分析 一直给它分析到微臣 皆无所有 所以我们不能依据我们的身体 不能观察我们的身体 我们身体靠不住 皆无所有 故不依此修 九想八想 十倍色 等注定 九想八想 十倍色 字典里面都有详细的叙述 这是修习禅观的 一个次第 次第 先修八倍色 再修八圣处 再修这个 再修这个 圣一切处 便一切处 三个阶段 八倍色是初级 八圣处是中级 到了便一切处 便一切处定 这就成就了 这就成就了 难是不难 但是比较烦 比较烦 内容很多 我们在这里 就不占据我们的宝贵时间 来叙述这个东西了 大家有个了解就行了 所以在修定的过程当中 有九想定 有十想定 有八倍色 八倍色等想定 那么九想十想和八倍色等 注定是冲击的 他还是面对形色 面对形色 那么再往下 以九想乃至八倍色 结不可得 就形色不可得 形色不可得 就没有形色 没有形色 形色是什么呢 就是真如 真如就是磨合言 你有了这样认知 你见到了形色 就是见到了真如 因为形色不可得 形色不可得 它是靠什么形成的呢 靠真如 你就在见到了真如 见到了真如 你就得到了磨合言 即磨合言也 所以呢 你把这个东西 见而不见 不见而见 就见到了真 它下面不一虚空 有形体的我们不能依据 那有形体 旁边那个空的东西呢 也不能 也不能移 也不能修虚空三类 那么不一虚空者 它解释了 即对色能空 是吧 你空是怎么来的呢 是相对于色产生的空 那么色尚非有 色尚且没有实相 你看 分析出色乃至微臣 富以方分细此微臣 事故 若事故 若事故应之 若出若细 一切出色 皆无所有 为事 妄心分别影像 那么 对色说空 空怎么产生的 空是因为色 色旁边那个没色的 叫空 色尚非有 云和有空 色尚且没有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形色都没有 形色都没有 能有空吗 那当然就没有了 故不依此修 空一切出三类 空一切出三类 所以 修形色三类算初级的 我们通过九相 十相 八倍设 那么我们再呢 再把这个 空的东西 再给它去掉 这就进了一步了 进了一步了 故不依此修 空一切出三类 所以我们不依虚空来修 还有一种三类叫修一切出 空一切出三类 空一切出三类 实际上它是 辩一切出定的一种 辩一切出定 是八倍舍是出级 八胜处是中级 辩一切出是高级 这个呢 就更进步了 就更进步到空一切出 是十变处的 十变处定的其中之一 空变一切出的定 那么这个定 可就比前面的气息形色 要高要深 尽管深 但是还是不究竟 那么故不依此修空一切出三类 你空三类不可得过 空你能得到吗 有色尚且得不到 那么相对于这个色而说的空 那更得不到 得不到我们就不能依据于它 那就是妄想 真如是能得到的 即是摸合眼 你把空 其实空维持妄心分别 落离妄心 则一切境界相灭 那你要没有人妄心 这个空的境界就不存在了 为真如心无所不全 所以空的那地方就真如心 色的地方也是真如心 对 所以 以空三类不可得过 即是摸合眼 所以说不依虚空也不对 这就对境就开始分析了 我们正报的境 第一个就是呼吸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形色 一报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虚空 空的 第二个我们一报呢 发现了有什么呢 地水火风 就不依地水火风 不依地水火风 那么不依地水火风呢 你看欧宜大师怎么解释 不依地水火风者 为 推系 地无 坚性 推系 我们推 推眼 我们分析这个地 它有坚 你说地很坚 这一块石头很坚硬 我把石头再切一半 就是一半石头了 再把这一半石头再切 就剩四分之一了 这么切切切切切切 其实地并不存在 它哪来的坚硬啊 地是坚实的大地 实际上这个坚性 地并没有 那地上去没有 怎么有地的所显现出来的坚性呢 就这意思 水无湿性 水也是啊 一直分析分析 咱们按照科学来讲 到了水分子HRO HRO再一切开 就变成氢和氧 这里边哪有什么湿啊 所以水无湿性 因为凡是色法 就可以分析 对啊 因为色法都有分子组 就可以分析到分子 分子是形成这个物质的 最后一个单位 再把分子拆开 变成了原子 原子再给拆开 原子和中子和质子 再分 所以原子也不存在 这么分下去 这么分下去 所以我们看到色法是不存在的 色法不存在 那么地水火风就不存在 地水火风是色法 那么我们说 水无湿性 火无热性 风无动性 当体不可得过 没有这个动性 它是色的一部分 我们都可以用细色 这个小秤的方法 小秤的方法来分析 分析到V层级 分析到V层级 再往下分 只要有体积就可以分 它就不存在 没体积 那它就不是色 你看你选哪个 你说没体积的色不存在 那色就没有了 你说有体积 有体积的色存在吗 那我再把这体积再给你分 你刚才说的 有体积的色是不存在的 因为你比如说 一粒方米的木头 有吗 有 独立的 我再给你切 变成半厘米的木头 不是就 刚才那个一厘米的木头 就不存在了吗 那就这样 所以 它是 不可得 那么 不宜地水火风者 为推系地无坚性 水无湿性 火无热性 风无动性 当体不可得雇 故 所以 不宜此以休 胜处一切处等三位 胜处的地方 我们把我们的指观 定在什么地方 定在地上 定在水 火上 水上 火上 风上 都不行 胜一切处 还有胜 它就叫一切处 或者叫变一切处 三位 这就刚才比那个八倍舍 要高级了 所以 像这样的 三位也不能一指 也不能依靠 以胜处 一切处等 不可得雇 有些 那些圣处 地水火风 就是处 都不可得 即是磨合 言也 那么乃至 不宜 见闻觉知 甚至 乃至就甚至 甚至连你自己 所具备的 见 闻 听 这是你 还又回到正报上来了 又回到正报上来了 那见闻觉知 你自己的这种 这种 六根的 六十 你都不能依靠 言 时可以见 耳时可以闻 这个见闻觉知 能依靠吗 能修止吗 不能 乃至 见闻觉知者 为 由色生 相畏处法 境界 是因为 有色生 相畏处法 这个境界 说有见闻觉知 那么你怎么 形成了 见闻觉知呢 因为你是有色生 相畏处法 所以你对待这个境界 你的六根 联系这个六种境界 产生了见闻觉知 见闻觉知 那么今 我们现在推 所见所闻等 并非是有 你看你见闻觉知见的 这些色生相畏处 法 它的对象不存在 我们不是说了吗 所有色 乃至微臣 分析粗色 乃至微臣 皆无所有 所以 它的对象并不存在 为由色生 相畏处法 境界 说有见闻觉知 对不对 见闻觉知 产生是因为 有色生 相畏处法 你才产生 见闻觉知 今推 所见 所闻等 并非是有 今天我们推论 我们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等等 等就是等 这个掩耳鼻舌身 见闻觉知 并非实有 色生相畏处 并非实有 则能见 能闻等 安得有时 能见的眼识 能闻的耳识 它所见到的 所听到的 尚且没有 能见 能闻都是由于 这个境界出现 我们才产生 能产生见 能产生闻的 所见所闻 没有 并非实有 那么 则能见能闻 安得有时 那你见什么呢 你听什么呢 对不对 你那个所见所闻 是没有了 那你这个 能见能闻 能有吗 对不对 你能见能闻 真是建立在 所见所闻的基础上 所见所闻 没有了 你能见能闻 能有吗 你见谁 你闻谁 就这意思 故不依此修 故不依此 所以不依靠 不依靠什么呢 见闻觉知 来修什么呢 修实一切处 实就是了别 见闻觉知就是了别 眼识 耳识 见色 就是眼识 来分别色 耳闻声 就是耳识 来分别声 这就是识 识其实了别的意思 我们有六种器官 我们有六种能力 来了别六尘境界 那六尘境界 现在尚且不存在 我们能了别的这个识 就没有了 就更的就得不到 那么就说 所以我们就不修 识一切处三昧 识一切处三昧 还是我们刚才说的 空一切处三昧的 就十个 便一切处三昧之一 识一切处 那为什么呢 以识三昧不可得物 刚才我们分析了 所见所闻的 这个色声相畏处 法尚且没有识 则能见能闻的 这些眼耳鼻舌声 识识 能有意思吗 能存在吗 不能 所以我们这样 我们就干脆 别修识三昧了 识三昧 识三昧 叫识一切处三昧 这个三昧没有意义 是空对空 是没有 是错误的 即是魔和炎炎 识三昧不可得物 即是魔和炎炎 识 人家更厉害了 识 是 心芒 这个心芒 产生剑分 产生相分 相分就是我们说的形色 地水火风 都是它产生的相分 那能剑的是剑分 就是剑分觉知 所以它的相分 是石产生的 它的剑分 也是石产生的 所以石一旦有了 才会起作用 起作用才形成主观客观 客观当中的形色 虚空 地水火风 都不能依据 因为它是石的相分 那么剑分觉知 是石的剑分 能剑跟所剑 都不可得 因为石本身是无明风 吹动了我们的 自信清净心 产生的石浪 石浪本身是 无明风产生的 石浪本身 浪是 依水而有浪 所以浪 自己本身是属不实体的 它是依据无明产生的 那么它本身是不变的水 随着风的源产生了浪 那么产生的浪 这个生灭的浪 还是不变 它就是水 所以里边没有能见的人 也没有所见的事物 就是色生相外出发 所以两边这个能锁 实际上是义 就是义水 换句话说 我们自信清净心 因无明风吹动 产生了剑分 主观 就是我们说的剑分觉知 同时我们产生了六尘 色生相外出发 这能见所见 这一对东西 那就是我们这个石心 起作用 所产生的两个现象 那么之所以这个石心 产生主观可观 你看齐心净说了 一一绝果而有不绝 生三种相 不相舍利 这三种相不来就不来 都来一起来 哪三种相呢 一个是无明夜相 心动 第二一一动心 能见境界 一一境界 能见 能见一一能见 所见出现 那么 你看我们推理 这是不绝的三相 夜相 能见相 境界相 这个不绝是一一绝 而有了不绝 有了不绝 生三种相 所以不绝 一来 就是三种相 那不绝是一一绝果 而绝呢 就是我们说的真如 真如里边 哪有什么三相啊 一上前没有 怎么会有三呢 所以这三相都是虚妄 都是虚妄的 那不是真如 不是真如 它是 它是真如 因为无明的染熏 形成的妄相 它是不可得的 如果你能认识到 夜相 能见相 跟境界相 全是得不到的 那你就得 你就得到摩和言的真意了 你就见到真如了 得不到那是什么东西呢 夜相也是真如 能见相也是真如 境界相还是真如 那就是摩和言 就这意思 所以呢 我们 就是 禅修吧 有很多善调方便 很多方法 引导我们 逐步的提高 我们禅修的能力和境界 那么 启示顿里边这个纸 它是很究竟的修纸 它不依据这些 什么气息 形色 正报 遗报 什么圣一切处 什么使一切处 它不依靠这些东西 因为它这些东西 都是不可得的 都是不可得 都是着相的一种行为 和表现 所以不能依据 它讲的就这意思 就是我们修纸 历史很长 佛法来到的时间 很多很多修纸的方法 那么这些东西 实际上在历史上都存在了 都是一些方便的修纸的过程 就是说 那不是最究竟的 都是循序渐进的 这些中间阶段的 这些修纸的这些方法 都不能依据 都不究竟 都达到不了 见到如来的这种结果 见到如来的这个结果 所以都不能依据 所以你看到 启示顿这个纸 是非常究竟的 非常究竟的 那么再往下 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一浅除想 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分别就是见 这个见呢 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 这个意根 面对六成境界的时候 所产生的分别 分别 分别 好的坏的 黑的白的 是这个 这是我们的意 意根 这个所 意识 我们的意根 面对六成境界的时候 产生了分别 你看 我们的意 摩纳识 众生意心意识转 此意附有五种意名 这个意呢 又有五种意名 第四种意名叫 智识 分别染尽诸刹别法 它就是建立了 见 见思 烦恼的见 是这么建立起来 那么这个想念呢 就是思 想念是怎么呢 五根 掩耳鼻舌身 面对掩耳鼻舌身 所产生的思想上的错误 贪欲 嗔恨 等等 贪欲 嗔恨 等等 所以 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就是一切见思 烦恼都要除掉 一浅除想 也要把这个除想 要除掉这些 见思烦恼的想法了 要除掉这些 见思烦恼的想法 也要除掉 那么欧宜大师呢 这段著书非常精彩 我们认真地学习它 此 你看 此先简所观之境 我们第一段 先分析我们所观察的境 身外的境 心外的境 此 此 此简能观之心也 这句话 再来分析 再来挑选出来 我们能观的心 来分析 来研究 刚才我们说了 境都是不存在的 当体了不可得 那几时莫可言 那心呢 心可得吗 境得不到 我们心能得到吗 我们能观的心有吗 他就说了 此 在这里 次简 接下来 在研究 分析我们能观之心也 能观之心也 能观之心有吗 境没有 我们认了 能观之心有呢 我们就把它 能观之心 当成真实的吧 心境全都不可得 心境全都不可得 那此 次简 能观之心也 前云 前面说了 就第一段话 不宜气息 不宜行色 等等等等 乃至不宜见闻觉知 前云 不宜气息 乃至不宜见闻觉知 即使一切分别想念 结出也 他说 一切分别想念 结出 这分别想念 是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 我们先说 我们要除掉 一切分别想念 这一切分别想念 是什么呢 一切分别想念 就是气息 行色 虚空 地水火风 见闻觉知 就是分别想念 对不对 那一切分别想念 结出 就是要把这些东西 都取出 那就是不宜 不宜气息 不宜行色 不宜虚空 所以他说 那么 前云 不宜气息 乃至不宜见闻觉知 即使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所以 见思是对静的见思 主 见静 思静 所以没有静 也就没有见思了 所以 既然有静存在 我们静不能 我们的静 存在 我们不能依据于这个静 当我们这个心对静发生作用的时候 就产生了分别想念 因为静存在了 你说我们现在要休止 我们怎么看待静 不宜气息 那这不就是你起心动念 我不能依靠它 我不能依靠形色 是不是 气息 形色虚空 不是心 但是你面对这个气息 形色虚空 地水火风 见闻觉知 不依它就是 一切分别想念接触 一切分别想念 对吧 所以 所以说 前云不依气息 乃至不依见闻觉知 即是一切分别想念接触 那我要把 我对气息的分别 对形色的分别 对虚空的依据 依靠 我不依 不依虚空 那我 你看我面对静 出现了这么多静 气息 形色虚空 地水火风 乃至见闻觉知 我怎么处理 我不依它 所以 前云不依气息 乃至不依见闻觉知 即是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换句话说 你的分别想念 就是 气息 形色 虚空 你不依据它 就是要把它除掉 你不依它 就是要把它除掉 所以 不依气息 乃至不依见闻觉知 就是把分别想念 都除掉 然 欧依达世杰说 然所谓 不依气息 等着 就前面这个静 只是 只是 其实直接就是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只是了达气息 乃至见闻觉知 本不可得 我们是 为什么不依它呢 我们是因为我们明白了 气息 乃至 气息 形色 乃至见闻觉知 本不可得 根本得不到 没有这个东西 除此 分别气息 乃至觉知之 想念而 所以我们要把 对 气息的分别 乃至见闻觉知的 分别 这个想念 就心里对他的 心 对这些静的 分别 以及想念 都要除掉 都要除掉 因为气息 乃至见闻觉知 得不到 所以我们心 不要琢磨他 分别气息 乃至见闻觉知的 想念 都要除掉 因为他没有 这东西 你想他干嘛呢 对吧 你分别他干嘛呢 你的见思 见到这些静 思想这些静 有什么意思呢 这些静 本来是不存在的 所以见思 没有意义 要把它们除掉 非为 果有气息 乃至觉知 而作义 捐出也 并不是说 真的有气息 乃至觉知 是存在的 你是要刻意的 把它去掉 刻意的把它去掉 要堕入 飞翔飞翔 出天 飞翔飞翔 出天 那么 并不是因为 真的有气息 和觉知 而作义 作义 捐出也 捐这个字呢 就是除去 减免的意思 而不是 刻意的 把它去除掉 它本来存在 我只是要刻意的 把它消灭掉 不是 若有 捐出之想 即是不达 诸法本空 如果你有想把这些东西 去掉的想法 那你就不了解 其实每一个法的本 是空的 本来是空的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有这样的认识 你就是不了解 不明白 诸法是本空 或作外道 无想定中 有些人呢 就堕入到 如果你不达 你不明白 诸法本空 你是刻意的 要把诸法 给它空掉 不想它 它存在 但是我就是不想它 那你这样的一些人 就可能堕入到 外道的无想定中 它有 我就是不想它而已 或作二乘灭进定中 或者有些人呢 就堕入到 二乘的灭进定中 它有 但是我灭进 灭进 受想灭进 我不领受它 我不琢磨它 你有你的 你看二乘认为 法是真的 生灭 生死很可怕 我要找灭盘 我要进入到灭进定 它存在它的 但是我 我不领受它 我不想它 就进入到灭进定 它这个前提 还是这个东西存在 我只是不接触它 不联系它 不想它 其实那个东西 本来是没有的 那么它说 非是大乘 奢魔大观 这可不是大乘的止观 这可不是大乘 止的修行方法 不是大乘止 这个字 这可不是大乘止的观点 故云要浅出也 就是千万不要认为 有地水火风 有气息 有形色 有虚空 它是真实的 那我对它的思想和盘算 见和思 我要去掉 你要把这种想法去掉 一切分别想念 结处 那么这一切分别想念 就是不一气息 不一形色 不一虚空 不一地水火风 乃至不一见闻觉知 这是一切分别想念 所以气息 你看我们再读一遍 那么此次见能观之心也 前云不一气息 乃至不一见闻觉知 即是一切分别想念 结处也 前面这一段话说的 不一气息 乃至不一见闻觉知 就是这一段话 这句话 一切分别想念 结处 那么 然所谓不一气息 等者 只是了达气息 乃至见闻觉知 本不可得 除此分别气息 乃至觉知之想念 所以我们这么一看 就是不一气息 乃至不一见闻觉知 是一切分别想念 结处 那么欧益大师说 所谓你不一气息 这些想念 不一见闻觉知 这些想念 是因为你明白了 气息和见闻觉知 是不可得的 所以呢 你除掉了 你去除掉了 分别气息 分别见闻觉知 这些想念 对不对 并不是说 真有气息 乃至见闻觉知 而作意捐除也 并不是真有它 我要刻意去除掉它 我之所以不一它 我之所以不一气息 我之所以不一见闻觉知 是因为它们本来没有 我并不是说 我不一它是它有 我只是回避它 躲避它 不是这意思 而作意捐除也 而是刻意的回避它 不是这意思 去掉它 若有捐除之想 如果你真有那种 要把它去掉的想法 即使不达诸法分空 你就不明白 你就没有达到 没有认识到 诸法是空的 不用捐除 不用去掉它 那么你这样 抱这样一个错误观点 你要不然就 堕入到外道的无想定中 回避存在 不想存在 不琢磨存在 不接受存在 就完了 你存在你的 你还是有 我只是绕着你走 或作二乘灭境定中 所以灭境定和无想定 无想定是外道的 灭境定是二乘的 所以色受想行事 受想灭尽 去掉 不接受不想 不想它能行吗 它也更不行了 不接受不想 它能识吗 它也不识 但是它认为这个东西 存在 它给它灭了 灭了就是不依 我不依你 你色受小行事都有 但是我不依据你 我就堕入到灭境定中 我就堕入到一种定 你虽然存在 但是我不依据你 我不依据小乘 我不依据你色受想行事 你是存在的 但是我不依你 我就堕入到一种灭盘状态 这种灭境定中 叫灭境定 它的前提 色受想行事存在 这个生灭很可怕 我在它的对面 找一个灭境定 不生不死 叫涅槃 是这个意思 非是大乘舍莫他官 不是大乘的舍莫他官 故云一浅出想 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要刻意地把它去掉 不是的 那么再往下 以一切法不生不灭 结无相果 那这句话说明 你为什么 这个一切法 不生不灭 结无相果 为什么我们不能依静呢 不依其息 不依见闻觉知 为什么我们也不能依想呢 一浅出想 这个心也不能依呢 能观的心 我们不能依 所观的静 我们不能依 那解释了 以一切法 不生不灭 结无相果 无论是心还是静 这两法 心法跟静法 都是不生不灭 都是真如 结无相果 没有相 所以你不能执着 境界相 气息啊 行色啊 虚空 那你说 我有一个存在一个想法 我不依境界 这个想法能有吗 这个想法你也不能有 你这个想法 也是 也是无相的 也是不生不灭的 你说境界 是虚妄 是本空的 那我对境界的琢磨呢 我的心相呢 我能观之心呢 能观之心 也是不生不灭的 也属于一切法的心法 一切法就分成两法 一个是境界法 一个是心法 境界法 刚才我们分析了 这个本不可得 心法呢 心法他说 一切法不生不灭 结无相果 也不可得 对 那么此结明 不依诸法 亦无处想之所以 他说 这就是总结了 表明 不依诸法 你为什么不依据这些法呢 什么 啊 不依 不依 启息啊 不依见闻觉知 这一段就阐明了 总结表明了 不依诸法 也 亦无 除想之所以 就是说 这一句话就总结了 我们前面说的不依是为什么 不依诸法是为什么 我们后边那一段 一切分别想念 结除 一浅 除想 为什么 也 也无 除想之所以 你千万 你千万不要认为 你想是真实的 你也不要认为 啊 除想 想是真实的 那 不依诸法 是为什么呢 因为诸法本空 那么你要除掉诸法 这个想是不是真实的 也是空的 也要把这个除想去掉 啊 所以 亦无除想之所以 为什么我们的想要去除呢 我们除掉这些静的想法 也要去除掉呢 我们除掉这些静的想法 要除掉 因为你除掉这些静的想法 本身 也是无相 也是本空的 一切法者即是指 他就讲了 欧语大师节词说 一切法者即指 气息乃至见闻觉之也 啊 气息本来不生不灭 本来无相 啊 故无可得 啊 亦无可处 啊 气息本来是不生不灭 啊 本来是没有相 啊 故 无可依 亦无可处 那有什么可依他的呢 你怎么能依气息呢 你有除他什么 他本来就没有 啊 啊 所以欧语大师说非常清楚啊 你比如说气息 我们前面想依气息 说你别依气息 啊 他说气息本来无相 你怎么可以依他呢 啊 啊 他本来无相 你要为什么要除掉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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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气息本来不生不灭 本来无相 故无可依 亦无可处 啊 啊 亦无可处 嗯 嗯 就这意思啊 那么 乃至见闻觉知啊 本来不生不灭 本来无相 啊 故无可依 亦无可处也 所以见闻觉知 你也不能依 没有 你也没什么要除的 他本来就不存在 你除什么呢 他本来不存在你依什么呢 啊 一切法不生不灭 皆无相 啊 就是这意思 嗯 那么 再往下来 啊 再往下来 这个启行论 讲到这时候呢 他说 前心一静 啊 你刚开始是有 前心一静 刺舍一静 此结明 不依气息一段为也 这一段 欧义大师说 这几个字啊 前心一静 刺舍一静 啊 就讲的是 不依气息 不依形色 不依虚空 不依地水火风 乃至不依见闻觉知 啊 这一段呢 是 我们的心存在 并且依附于静 我们第一步 是要把 我们先别说 除掉这个心 能依静的心 我们先把我们的静 去掉 对静不要琢磨 不依气息 不依形色 不依见闻觉知 那后念呢 啊 那么 后念依心 复舍于心 第二句话 啊 后念依心 复舍于心 那我们再往下来 我们静去掉了 那静本来是无相 啊 我们 文汉武语大师说 本来无相 故无可依 亦无可处 啊 但是我们后念呢 依心 啊 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个 心 啊 复舍于心 心呢 啊 一切分别想念 也要除掉 啊 能 能 所观的静 要除掉 啊 前心一静 复舍于心 为什么呢 静是一切法的一部分 它不生不灭 节无相互 不能一 那我们对静的 攀缘的这个念头呢 一切分别想念 皆除 啊 这个 这就是说 后念一心 复舍于心 也要给他舍掉 啊 静不存在了 心也是不存在的 啊 为什么呢 心 一切法当中 包括心法 心法也是无相 也是不生不灭的 那所以一切分别想念 接触 啊 一浅处想 嗯 分别想念 也要去掉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 分别想念 是真实的 我一定要给他 去除掉 千万不要认为 气息和形色 是真实的 我也要浅除掉 不要 心法 静法 都是不存在的 啊 所以后念一心 我们先第一步 解决了 心对 静的拍原 啊 我们把静射掉 后面呢 我们怎么办呢 还要把心 能源的心 给射掉 此结明 一切分别 一段文也 我一大说 这一句话 就总结了 一切分别想念 结除 一浅出想 这一段文字 就是说 后念一心 附射于心 啊 后念 我们前心呢 我们前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心 是依附于之静 我们修学程度当中 先把静射掉 后面呢 我们就要想 后念一心 啊 那么我们这个心 是 我们这个念 是依附心产生的 我们要舍掉这个心 后念一心 啊 后念一心 所以把这个心舍掉 以心持外境 射住内心 因为啊 啊 以心持外境 因为心持外境 啊 我们心在攀缘外境 静有了 所以我们要让它 射住在内心 先把它收回来 后腹取心 不取心相 后边呢 又再起心了 我们对心相 也不能执着 啊 境界相先灭了 那心相呢 起来了 啊 也不能执着心相 以离真如 不可得故 因为 无论是 心还是静 都是真如产生的 啊 都是不可得的 啊 所以 心持外境 我们要为什么射住内心 因为静 是真如 变的 离开真如 得不到 为什么我们后念 我后 为什么我们起的心 啊 这心向我们也不能取呢 啊 静没了 我们心有吗 啊 心也没有 因为离开真如 我们心也得不到 啊 啊 所以 欧益大师 啊 在这儿 就进行了总结 啊 我们认真学习 他把人家这个 这个开示 此 结成 修指门者 啊 此 结成 修指门者 在这里 他总结了 修指门的 啊 这一部分内容 应关一切妄念无相 我们应该认识到 啊 我们应该修 一切妄念无相 我们应该建立这种认识 一切妄念都是不存在的 都是没有相的 都是没有字体的 它是一一觉骨而有不觉 妄念弥生 啊 就像我们在梦里边 睡觉睡着了 我们这边做的梦 啊 这个梦 都是无相的 就是现实社会当中不存在的 是你梦里边的事情 啊 我们现实社会 你醒了以后 这东西并不存在 所以说是无相 那么体系真乌 那是什么东西呢 它的体就是真乌 那么你做梦的这颗心 就是你的醒心 醒心在这里边比喻 就是真乌 所以梦心 梦心跟醒心是一颗心 啊 睡着了 坐上梦了 叫梦心 啊 梦心里边所 所产生的念头 啊 所产生的境界 全都是不存在 所以是无相 那么它的体是什么体呢 它这个梦心的体 就是醒心的 这个体 醒的时候这颗心 心的心体 所谓体积真乳 摄离真乳 那么假设 你要离开醒的这颗心呢 则无 气息 乃至见门觉知可得 对不对 你离开醒的这颗心 离开真乳 你没有气息 乃至见门觉知 你可以得到 就相当于 我们离开醒的这心 你怎么会有梦中的这些概念呢 这些念头呢 这些这个妄念呢 梦中做的这些梦呢 是不可得的 所以 不依气息 乃至见门觉知 所以我们不依据 这些气息 乃至见门觉知 为什么呢 因为离开真乳 则无气息 乃至见门觉知 它是依靠真乳来产生的 所以我们不依它 不依气息 甚至不依 一直到不依见门觉知 设离真乳 一无除想可得 你除去 除去这些东西的想法 是怎么产生的呢 除想本身也是 睡觉做梦的念头之一 我要把这些东西 除掉 这个想法 一无除想可得 那么你要没有醒的这颗心 你在做梦当中 你也不会产生梦心的说 我要把这个东西除掉 这个想法 所以设离真乳 一无除想可得 你这个除的 除想的这件事情 这个东西 你能得到 你是一种想 是一种心理活动 这种想就是要把这些静除掉 这些想 它离开真乳也产生不了 所以除想本身 所以一浅除想 除想本身也是不可得的 也是不可得的 所以不可得 本空的 我们把它 去除掉的 所以要把它去除 不要认为除想是真实的 不要认为除想是真实的 原始奢魔他观 原来 这个 修纸的这个方法 修纸的方法 原始奢魔他观 初段 即刚开始阶段 即设心归静 设静归心 先把心从静上拉回来 先归到心里边活动 而认识到 我们的静是虚妄的 静是本不可得的 先建立这种认识 是因为有了心 才有了静 有了见分 才有了相分 先 就初段 即设静归心 先认识到这一步 明气息形色等 为时分别想念所见 你看他说了 所有的 你看到的这些静 就是气息 形色 以及见分觉知 都是我们分别想念所见 都是我们的分别想念 所产生的 本非实有 并不是他们真实存在 这些静 它都是我们的相分 相分是由见分产生的 独立于见分之外的相分是没有的 所以本非实有 顾无可一 但还有什么要依靠呢 它是依靠见分产生的 为时分别想念所见 顾无可一 次段 再往下来 后念一心 附舍于心 就这一段 后念一心 附舍于心 和这一段 后复起心 不取心相 那么次段 就这个 接下来讲 前段 前心一静 次舍于静 这叫什么呢 初段 后念一心 附舍于心 这叫次段 次段 即观心相无相 你看 前心一静 次舍于静 此杰明 不依其心 一段文字也 后念一心 附舍于心 此杰明 一切分别 一段文也 以心持外境 射住内心 此声明 前一段文也 还是前心一静 次舍于静 这个段文字 后复起心 不取心相 此声明后一段文也 就是后念一心 附舍于心 那么他说 次段 即观心无相 就这段文字 一切分别想念 结除 一浅出相 就这段文字 次段 即观心无相 名词所除 分别想念而 你这些分别和想念 你要除掉的 这些分别和想念 一本 也原来 非有 也是没有的 一本非有 顾名为浅 所以我们 要把它去掉 那么 是则 所观能观 二节无性 所观的静 能观的心 都没有性 都是本不可得的 故前文云 若知动心 即不生灭 即得入云 真如之门 所以我们前面 启心论 这段文字说的 如果 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的动心 这心一动 就是说 一一觉故而有不觉 生三种相 一 牧名夜相 以一不觉心动为也 就动了 这心一动 它就产生了 能见相和静界相 所以 若知动心 即不生灭 那么这个 一一不觉 产生三种相 产生了能见相 和静界相 能见相 我们说叫心相 静界相 我们说叫静界 那么 我们要能够知道 我们产生的 这三相的动心 实际上是 不生灭的真如 即得入于真如之美 你就见到真人了 你就记得到真人了 记得真人了 此为上根 直视 观 不思议 境界之法 这是 为那些上根的人 很聪明 根很利的上根人 直观 不思议境界 直接的观察 直接的修 观是修 不思议境界 动心 即不生灭 即得入于真如之门 这叫不思议境界 这叫不思议境界 动心明明是动的 但是它又不生灭了 那你要能观成 你就进入真如之门了 你就进入真如之门 那么 这种境界 在动中见不动 在生灭门中 见到真如 这是上根 上根 就像我们的 慧能大师一样 慧能大师一样 他在 生灭门当中 见到了真如 此为上根 直观 直视 这是为了上根人 直接给你开示 你怎么样 直接就从生灭门 进入真如门 不给你绕弯的 你不需要台阶 你直接就可以 生灭当中 证得真如 此为上根 直视 观 不思议境界之法 这是为那些上根的人 直接开示 直接展现出来 观 其实是修的意思 修不思议境界之法 修不思议境界之法 这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 境界 有可思议 有不可思议 而真如的境界 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边 我就告诉你 你怎么样 直接修不可思议的 境界的这个方法 就是 能观一切妄念无相 则为正德如来智慧 那么如果 你看我们前面说了 二十五前方便 叫做什么呢 方便性 方便道 后边呢 这方便道是为了正道 我们现在开始修止观了 就现在正修了 那么修正止观的时候呢 他先上来给你介绍 先修止的时候 正修止的时候 就禅定吧 正修止的时候 他先让你观不思议境界 最难 就是说 那么此位上根直视 观不思议境界之法 这一段文字 直接就是为那些上根的人 上来就让你观察不思议境界 为什么呢 不疑气息 不疑行色 静放下 一切分别想念解除 想放下 心放下 就告诉你 一切法不生不灭 结无相物 直接开门见山 那么 告诉你 为什么不疑心 为什么不疑境 一切法不生不灭 结无相物 这就是 为上根人直视 观不思议境界之心 这个境界当中 有境界 有境界法 有心法 有境界法 有心法 心法 境界法都要放掉 能观所观 全都无心 全都不能执着 结无相物 一切法不生不灭 结无相物 所以 心法 境界法都要去掉 如果你能够修成 那修成的过程 是怎么修的呢 千心 一静 刺舍于静 刚开始 我们心 失败境 我们给拉出来 住在内心 先把静 给舍掉 后年 一心 覆舍于心 后面 我们再要想 我们一心了 不一静了 然后我们还要 舍于心 我们虽然一把这个心 从静拉回来 让它住在自己的自心当中 这颗心也要舍掉 覆舍于心 那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我们心一静 我们要把静舍掉 为什么后来一心 心也要舍掉呢 它是因为 以心持外静 舍出内心 后复起心 不取心相 以离真如不可得顾 这句话就解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以什么什么什么顾 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原因 我们看看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心持外静 我们舍出内心 后复起心 我们不取心相 为什么这样做呢 以离真如不可得顾 因为离开真如都不可得顾 换句话说 他们 你碰到的境界相 和你的起的心相 都是真如的 变现 都是真如 不变的真如 随也而产生的 所以他们 本不可得 并非实有 都是真如 以离真如不可得 那换句话说 他们是不是就真如 离开真如 他们得不到啊 那他们是什么 他们就不是真如吗 那么你如果能 能把这个心和境界相 上来就观察成为真如 是真如 那这叫不思一净 那么你要观察不思一净 那谁 这什么人能修这种法呢 这就是什么 这就叫上个人 上个人直接 就修这种不思一净的境界之法 那么十乘观法 为什么十乘观法 十种阶梯 修这个观法 如果你上来 你就把这个观法 不思一净法 修成了 你这一个观当中 就具备你下边的九个观 下边的九个观 是因为 这个不思一净 界之法 你修不成 你再退到第二观 第三观 第四观 所以这十观叫正修 前二十五方面叫方便道 这十观叫正道 所以修西禅定的时候 它是两道 一个是方便道 二十五个方面具备 再一个是正道 正道当中 首先观不思一净 看能不能观成 能观成了 OK 下边九个观就不提了 就全部具备了 如果第十观修不成 最究竟 这个不思一观 上根的十观修不成 你往下来 一点一点退 一点一点退 这十观俱备了 最后 不思一净 就观成了 换句话说 你要是不是上根的人 你要想修成 观不思一净 界 这个本事 那么你必须得从 一观 二观 三观 四观 一直修到十观 他是这个偶一大师的意思 说我们这个起信论 上来就要你 观不思一净 如果这个观成了 下边九称 全部包括了 所以十包括下九 下九不包括上十 所以二包括 二观包括一观 三观包括二观一观 四观包括三观 二观一观 十观包括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观 偶一大师这个意思 下边他就解释了 此为上根 直视观 不思一境界之法 那么若能与此误入 如果你能误入到这个观 这是最究竟的观 十观 十称观法 十称观法 天天中修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禅修方法 我们在这里 不必的 对他 有一个特别通达明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些东西 就像我们老法师说的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我们先把这段读完 此为上根直视观 不思一境界之法 若能与此误入 如果你能在这地方误入 在十称观法的一称 十称上 观 那 则 一法中自具实称 那你这一法当中就具备了实称 你就不用再修在下面九成了 为什么呢 以其能觉悟故 你是不是能觉悟啊 那肯定觉悟啊 直观不思一境界之法 你都观成了 你能不觉悟吗 觉悟就是第九观 以其能觉悟故 及普提心 九观 十观 叫观不思一境界 九观呢 叫做菩提心 那你能观不思一境 能观成 你菩提心能不具备吗 以其能观 以其能觉悟故 因为你观了不思一境 你就能觉悟了 能觉悟呢 你是不是九成的 菩提心这一观就过了 以其离尘 以其离尘调故 即妙之观 以其 那么你 第八 叫做 妙之观 第八观叫妙之观 妙之观呢 你得到了吗 得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观成不思一境 你肯定是离开了 陈调 陈调 调局 陈匿 陈匿就是死了 调局就是太活不 陈调 你离开陈调了 那是不是就是非常妙的 直观 直观的目的 主观的状态 就是要离陈调 既不能太活不得调局 心迟外境 又不能太沉溺 什么都没有 陈太重 就是既死掉了 调太重 就照 照坏掉了 所以既照要平衡 既照要和谐 既照要不二 既有照 照有既 你不能光落在既这头 你也不能光落在照这头 所以 以其离 陈调固 及 妙之观 那就是八成 就换句话说 你要是说修不成 你看我们从下面修上来 那修了菩提心 你就能够再往上 就观不思一境 那你怎么修菩提心呢 你现在修妙之观 那你看这是第八 第八升到第九 第九再达到第十 就是观不思一境 这是从下往上走 从上往下呢 你看说 以其离陈调固 其妙之观 你观不思一境能成功 你能不离陈调吗 你肯定要离陈调 所以你就得到了妙之观 你看这十函罢 再往下 以其无法当行 即破法辩 那么 你能观不思一境成功 观不思一境界之法 能够成功的话 你 怎么还会认识 有法的存在呢 你怎么还会有法律呢 以其无法当行 你观察不思一境界成功了 不思一境界当中 哪有法呀 你取得这种证 你证得无法 你证得了这种事实 那么第七观 叫破法辩 那你是不是第七观 已经完成了 因为你在你的正德的境界当中 以其无法当行 在你的 在你所正德境界当中 已经没有法了 那你是不是就达到了破法辩的这个境界了 所以第七观 破法辩就修成了 那么 再往下 以其了知 能观 所观 皆即真如 即实通色 那么 因为 我们了知了 能观的心 所观的境 都是真如 都是真如 即实通色 实通色的意思 它是第六观 它是第六观 实通色的意思就是说 它能够观成 所观 能观 都是真如 能观的实 八心王 的见分 跟所观的境界 是相分 能所 全都是这个真如 变的 实通色 实通色 你就认识到了 就是 其实 这是第六观 实通色观 你能够破法辩 你能认识到 无法当行 法是不存在的 那么 破法辩的境界 它到 这是第几了 观不思禁是第十 能觉悟 第九 离尘调 离尘调 第八 能观无法当情 破法辩 第七 以其能了 能观所观 结济真如 即实通色 第六 第六观 以其顺三托门 即成道品 这是第五观 第五观 那么下语 下边这段话 就是启信的下边的话 行住坐卧 于一切时如实修行 横步断绝 见此得如 真如三昧 究竟折服 一切烦恼 信心增长 俗成不退 那么他欧义大师说 下边这段 行住坐卧 一切时修 即成对质 那么你看没有 这是第四观 由第四观 行住坐卧 一切时修 你对质了习气 你就达到了 第五观 刚才我们说 以其顺三托门 即成道品 那么 以其顺三托门 即成道品 因为你顺了三托门 即成道品 这个第五观具备了 你再往上 就能够什么呢 第六观 以其能了之 能观 所观 结己真如 即十色通 所以五观 进入到六观 它是 我们现在 刚才的顺序 是从十瓦下 十瓦下呢 那十乘观呢 它的第五观 以下是第四观 行住坐 就是说 它成 第四观叫 成对质观 就是对质观 对质观呢 在下面这段话 行住坐卧 于一切时 如是修行 那么 一切时修 继承对质观 那么 横步断绝 见次得入 真如三味 即是知次味 见次得入 逐渐的进入到 真如三味 就知道我们修行的次味 究竟折服一切烦恼 即能安忍 信心增长 速成不退 即离法 所以 二 正修 他就说 这个正修 是实胜观 这实胜观呢 其实是一个挺 很复杂的一个 修禅定的这种 十个层次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 偶遗大师 既然 偶遗大师是天台 天台宗的一代祖师 他本身是我们 净土宗的 第九代祖师 但是他本身也是 天台宗的一代大师 一代大师 那么他对天台宗 是非常了解的 他在这里边呢 讲出了 就是说 实际上 起心论里边 并没有说 著修和正修 二道 方便道很正道 这个 这个 这个正修 著修和正修 但是他呢 把它分成了 著修和正修 便于我们呢 能够看到 实际上 起心论是由 什么呢 是由经 是由 是马明菩萨 根据佛的经论 汇集来 经汇集来 他这么一分析 我们就看到了 其实起心论里边 这个修旨 就是天台宗当中的 这个旨的二道 方便道 跟这个 跟这个正修 著修和正修 这两部分 两道 著修道和正修道 那么我们不必 把偶一大师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搞清楚 我们但是有一个了解 天台宗 他有修实乘观 实经观 那么 知道这个情况就行了 但是我们 我们了解 修旨的通途 就是老法师说 通途就是通途法门 我们净途是特别法门 通途法门 跟特别法门的区别 在于通途法门 要靠自立 你看我们通偏 从这修旨 这正修 一直就要靠自己的力量 不宜气息 不宜行色 乃至不宜虚 见闻觉知 一切分别想念 解除要浅除想 以一切法 不声不灭 节无相悟 前心一静 次舍于静 后年一心 把心也舍掉 为什么呢 因为心吃外净 舍出内心 后复起心 不取心相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以离真如不可得物 你要这样观察真如 在生命当中 观察真如 叫不思一静 你要观成了 那你下边 这十个成果 全都收到了 你要观不成 要观不成 你就从下边这个 叫什么呢 就是 首先修信吧 你看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信心增长 速冲不退 还是先修信 信解行政 这就从 又从下往上来了 你看他最后一句话 信心增长 速冲不退 这不是修信分吗 信心增长 速冲不退之后呢 再往上来 究竟折服一切烦恼 究竟折服一切烦恼之后 再往上来 见次得入真如三昧 见次得入真如三昧 那么 就这个意思 那么你看 就是 从下往上 这是 对于顿根 不是利根的 不能够直接 是上根 直接就观不思一静 那你就开始 从底下往上慢慢修 慢慢修 先修信解行政 所以你看 他这个 启信论呢 他在前面 在前面上想的是 分别修行正到向 是从低到高 信成就发信 解行发信 到正发信 你看他修纸的时候 他是从高往低 他先让你观不思一静 直接让你 这个正得真如 观生灭 即不生灭 若知动心 即不生灭 即得如于真如真 开门见善 所以你看 他是 对吧 那个分别修行正到 像 那是建教 信解行政 这个是顿教 立刻就让你修纸 正得真如 你什么都不能一 所以说 启信论呢 他是利顿全收 你要我是顿根呢 我建教呢 全教呢 我就走前面的 分别修行正到向 慢慢的慢车 从北京到南京 分好几站 那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呢 祈修职者 祝既静处 结家复作 二十五个方面准备好 上面来 咱们就正修 不宜气息 不宜行色 不宜虚空 然后一切分别想念 结诸 一浅诸想 以离真如不可得物 正得真如 正得真如以后 正得真如以后 你看 就顿教啊 圆教圆满了 很快啊 你要能修成 你要真是上根的人 你就按这个修 就行了 就可以了 所以是急顿急缘 也在起心顿里边 包括了 如果说 你明白 以离真如不可得物 你要修不成 你要修不成 怎么办呢 修不成 修不成 你修不成怎么办 那么 那你就 慢慢按照 建教的顺序来 信节行政 那么修 那么你要能够 对于顿根 对于顿教根气的 对于元教根气的 上根这些人 刚才这段文字 以离真如不可得物 他可能就能证我了 如果不行 不行 不行他这句话 行住坐卧 于一切事 如实修行 横步断绝 见此得入真如三昧 究竟折服 一切烦恼 信心增长 修成不退 你还是 你看 你还是怎么着 慢慢来吧 见此得入真如三昧 靠着刺币 你看他说 这个时程当中 有一个什么 知 刺猬 那么行住坐卧 于一切事 如实修行 你慢慢对质 通过对质 你把它克服掉 这就走了 建谣 所以这段文字 就对那些 不是上根的人 我们怎么办 那你就行住坐卧 于一切事 如实修行 横步断绝 你那么坚持下去 慢慢的呢 你就进入到真如三昧 你不是一下子来的 你不能一下子就观 你不是上根 直视 观不思议 境界之法 你这个不行 我把这法告诉你 也修不了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行住坐卧 于一切事 如实修行 那么横步断绝 永远不要停下来 那么慢慢的 你就进入到真如三昧 这种状态 所有的烦恼 就给折服了 去掉了 那么信心修成 速成不退 你看 就是我们信成就发心 祝佛种心 圣仪相应 就成了这个了 你还是从信开始吧 怎么开始呢 行住坐卧 于一切事 如实修行 横步断绝 见此得入真如三昧 究竟折服 一切烦恼 信心增长 那么这段话 欧宜大师说 这段话是 此名 依前所说 而勤修之 必得成就言 前面说的 这些修行方法 对于顿根人 对于利根人 他就立刻可以顿悟 圆满成就 就是上根人 可以修行 那么 如果我们不是利根 我们不是顿 修顿 小始终顿圆 我们不是顿圆 这个教的根器的修行者 我们按照这种说法 也能慢慢的修成 所以若顿若见 这个都是看你 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来定 那么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停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这段是简成不成 就是你修行这个直观 修成和修不成是什么情况 有修成有修不成的 这一段话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不然 顿悟上根 立刻成就 要不然呢 你走建教 也能修成 所以你看 这个纸 是可以 上根人 可以迅速的正果 那么下根人 也可以见词修行修成 所以都可以修 但是呢 时间不一样 付出的努力也不一样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修不成 什么人修纸修不成 不是说每个人修纸动 都能修成 这前面两种 第一个 以离真如不可得雇以前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顿根 这叫上根人 那么行入作过 于一切时 如是修行呢 这是上根以下的 中根和下根人 这都能修成 再往下呢 他要分析那些 修不成的人 所以我们下次呢 就上来就讲呢 修不成的人 是什么个情况 他修不成呢 我们到时候再来 一块儿学习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这样子 就不成功了 如果你把我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